觀眾朋友你好 我們今天說這個讓人家 非常惋惜的一個消息是 之前看見臺灣非常重要 紀錄片的導演齊柏林先生 在上週因為在進行空中拍攝的工作 不幸去世 他的咒勢讓大家覺得非常非常惋惜 而且也覺得非常不捨 可是我們今天除了談齊柏林 以及他這幾年來對臺灣環境 所造成的一個正面的影響之外 我們還想談一件事情是 在之前三四年前齊柏林的這一部 看見臺灣紀錄片引發了全臺灣高度的關注跟討論 其中特別是到南投那邊去看到清淨 怎麼我們的國土是長這個樣子 他到高雄看到日月光去排放廢水 導致整個河水是變成紅色 我們的國土怎麼會是長這個樣子 同時他也到了花蓮去看到雅尼 去進行開發的問題 而在前一陣子他也談到說雅尼的開發 似乎挖得更深了 當齊柏林先生把這些環境議題拉高到非常非常高 讓許多臺灣的民眾臺灣的官員臺灣的立法委員臺灣 所謂的NGO以及環保團體都高度關注的時候 為什麼剛剛我所舉的這些例子 似乎到現在幾乎是沒有進步 在幾年前大家在談清淨的議題的時候 他說整個清淨呢 只有四家民宿是合法的 其他一百多家呢 不是違章建築物 就是違反相關的法令 可是幾年之後呢 我們看到清淨問題有任何的改變嗎 談到花蓮雅尼 這一部紀錄片看見臺灣 讓大家非常關心說 這怎麼會是我們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呢 可是前一陣子我們有話說也談到說 不管是在立法院在經濟部 不但沒有去解決這個所謂的開採礦權的問題 反而讓雅尼的礦權繼續展延二十年 談到高雄日月光的情形 那條河水大家記憶猶新 可是呢之前高雄市政府對日月光開罰一億 但是後來的法院說你罰錯了 你必須把一億還給日月光 再談到桃園會非常感謝齊柏林導演的是 藻礁保育的議題呢 因為他的影片呢 讓臺灣看到藻礁對臺灣的重要性 可是到現在為止藻礁的保育 還是遇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困境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是一個國際知名大導演 把環境議題拉高到這麼高的高度的時候 但是這幾年下來 這些議題完全無解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前環保署的副處長 同時他之前也擔任立法委員 現在是海洋大學的教授邱文彥邱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再歡迎是臺灣生態學會的理事長 楊國珍 楊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之前跟齊柏林導演 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動跟接觸的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顧問蔡忠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剛剛談到藻礁 長年在關心藻礁議題 我們歡迎是桃園在地聯盟的理事長 潘中正 潘老師 大家好 一個讓人家很惋惜的新聞 那今天齊柏林導演的大體 從花蓮運回來臺北 數十名空軍四零一聯隊與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官兵 列席兩排 當禮儀公司黑色箱形車載著導演 齊柏林經過時 官兵們紛紛舉手敬禮 送他最後一程 上午花蓮空軍基地停放兩架空軍 C130運輸機準備要將導演齊柏林和助理陳冠祺 及師張志光的遺體運送回家 我們去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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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公司人員小心翼翼將冰櫃抬下車 接著齊柏林的女兒捧著父親遺照登機 兩架軍機大約在八點十分從花蓮起飛 這是看見臺灣二齊柏林空拍團隊 最后一次搭機 鳥看這片土地 日出機八點四十分降落臺北松山機場 空軍松山基地平基屏上 也有數十名官兵列隊 高規格為齊柏林團隊送上最後一程 另方面是空軍感念齊柏林 協助空軍拍攝影片 另一方面是花蓮縣為了協助家屬 有便捷的交通 因此特別聯繫國防部長 馮世寬協助 馮世寬部長的首肯跟支持協助 能夠把齊導演的大體能夠 在空中最後一次 讓他俯瞰他心愛的臺灣 上午九點四十分左右 遺體運抵臺北第二第一館 家屬一路相伴也告一段落 只是親情難捨 家屬準備搭車時 有人再也忍不住悲傷 痛哭失聲 而齊柏林的遺孫 只能靠著親友的攙扶勉強行走 場面哀期 協助辦理後事的電影公司 表示 三人靈堂會設置在臺北第一殯儀館的 金寶宣會館 讓親友悼念 記者 溫家凱 中建剛 黃怡金 郭俊麟 綜合報導 周園你跟齊柏林導演 有比較多的互動跟接觸 我們常說 搞環保運動 好像都是同溫層 就是 講 可不好聽 就是跟牧師傳道 大家一直在跟對彼此說 環保的重要性 可是無法突破那個同溫層 為什麼齊柏林可以 我覺得其實因為齊柏林導演 他自己過去長期 他不再開拍 看見臺灣前 他就拍了非常多空拍的影像 然後做了很多的紀錄 那這個角度 其實是一般我們平常生活在平地 甚至住在山裡面 大概也都沒有辦法去看到 臺灣長成這個樣子 那譬如說我們像這次引發 蠻多討論的這個亞洲水泥的礦場 我們大概在平地看 就是一個畫面而已 可是其實山區很多的礦場 是我們大概怎麼看也看不到 在Google這些 或是空拍機 還沒有這麼流行的時候 其實他用這樣的視角 其實是可以讓我們感覺到 我們一樣生活在這塊土地 可能我們不曾看過這樣的畫面 那所有的環境議題 尤其是污染的議題 其實用影像的方式呈現 大概都遠比你說 污染很嚴重 來的震撼 來的寫實一些 所以其實當時看見臺灣拍出來之後 其實確實我們在很多環保團體 來推動的一些業務上面 其實大家好像突然有更多的理解 我覺得這個視角是非常特別的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一個有觀點的人 所以一樣的 當我們一般看到這樣的影像之後 可能他沒有被拍成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可能看完也就結束 可是因為他對於這些想這些畫面 他是有想像 他用剪接的方式去做一個鋪陳 透過紀錄片 尤其是從一個美好的傾向到一個實際上臺灣碰到一個困境 不管是開發的各式各樣開發的困境 所以當時那個震撼很強 所以其實透過剪接把這個議題更清楚的點出來 讓我們看見臺灣除了美麗之外 另外一個哀愁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 所以看見美麗與哀愁 只可惜是看見之後 好像就一直沒有再想辦法去解決 這個有點是很多環保團體在後面 持續在努力的事情 那所以其實其實導演 我們常常有一些email的通信 就請他來協助我們支援 我們一些影像的東西 然後我們結束之後 都會再回email給他 他又說謝謝我們 他說他會看到相關的新聞 他覺得我們都很勇敢 大家會一起努力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過去跟他合作 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他甚至其實也是地球公民的捐款人 就是他除了自己籌騙 籌錢拍片很辛苦 他還是會把這些他自己有的資源 分享給其他環保團體 我覺得這個是齊導演 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然後一直很努力為臺灣這塊土地 不只是他自己 他去支援很多人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 這幾年的環保運動 有因為齊柏林 因為看見臺灣那部紀錄片 而產生很大的改變嗎 我直接問說 你們在跟民眾的互動上 會有相較起看見臺灣之前 更好溝通 大家說你看那個水水 黑白白 PM2.5在溝通上會變得更容易 更有效率 其實因為看見臺灣這部紀錄片 他到時候他當時其實傳播力非常強 他票房好 然後非常多的公家單位 民間團體都包場在做觀看 所以譬如說我們每次要講到礦場的開採 怎麼樣說 看見臺灣那個礦場 大家有沒有看過 其實小朋友 或者是一般的那種企業裡面 大家有有有有看過 或是你要講這個廢污水的問題 有沒有看過看見臺灣 拍那個河出去外面 譬如說剛剛 潘老師他們藻礁的問題 那個畫面 其實以前可能講完污染 對山上挖礦不好 可是因為大家很多人看過 這部紀錄片 那個影像是有印象的 突然跟大家說明的時候 突然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很寫實 是 貼近 是 那因為其實在紀錄片裡面 可能只有看到影像 沒有講到議題的內容 所以我們再去補充這些議題的內容的時候 其實一般人就會更加的有感 所以我覺得影像的這個魅力 或影像的影響力 其實一直以來 對於不管是環境議題 或者是我們所關心的這些 所有開發跟污染的問題 影像能帶來的影響一直都是最大的 不過潘老師 其實之前說實在 比較少人關心藻礁這件事情 沒錯 一直到齊柏林導演的看見臺灣 然後談到桃園 拍了桃園的藻礁之後 大家才知道 哇 原來藻礁這麼重要 原來藻礁被破壞得這麼嚴重 對 那件事情對您在推動藻礁保育的重要情勢 其實在那之前 藻礁被提起是在二零零七年 中油破壞我們藻礁 可是那只是一個事件 大家並沒有看過藻礁 大家對珊瑚礁有印象 但是談到藻礁它是實在是一無所知 那透過祈禱的空拍這樣的一個壯闊的畫面 這確實是震撼人心 我們在那個片子裡面呢 確實感覺到這樣的一片國保機的遞警 我們怎麼能不去保護它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畫面 震撼了我們 最後我們可以在很多的機會呢 用這樣的一個畫面來呈現給人家 讓我們的聽眾有更大的說服力 讓他們感應得到 我們過去在提這些的時候 說實在的 有一點是像很虛幻式的跟人家談 這個東西多重要 那到這個片子出來 然後有幾張影片 我們經過他的授權 再跟大家來解說的時候 他們的感受就非常的強烈 那那個時候後來他們還在片子裡面有一段 就是觀音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排放的廢水 那個也讓大家有非常強烈的對比 這麼美好的環境 就讓這樣的污水 把我們的生態給剿滅 我覺得那個對比 其實對我們之後推動大家來關心藻礁 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我們來看看影像 其實真的是很重要 影像真的會改變很多很多事情 之前在談說 怎麼泰魯閣變禿頭了 泰魯閣被斬首了 你說什麼 聽都沒有 可是採礦對臺灣的環境 有多大的破壞 有多大的污染 你說什麼聽不懂 這張照片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之前提供給我們的 你從這個雅尼的礦區的上方拍下去 當然是用空拍機 這不是機導拍的 對這是我們的空拍機 你就可以清楚說 你拍下去之後 他的礦區有多大 挖得有多深 然後呢 村莊有多近 河床在哪裡 恐怖在哪裡 你會很清楚 我們再來看看齊柏林 他所代表這幾年來 把臺灣環境議題拉高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高的一個角度 齊柏林導演是誰 為什麼這幾天 包括在座四位其實對他都充滿了懷念 也包括說非常非常多的民眾 以及環保團體呢 其實對他是充滿了感謝之意 五項鳥的飛行的視野 像雲一般的高度 然後來認識我們自己的土地 認識我們的家園 希望大家能夠呵護他 愛護他 讓他變得更美好 二零一三年 齊柏林耗資九千萬台幣 花了三年時間 累積四百小時直升機飛行時數的 看見臺灣 多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項 這是許多臺灣人 從來不曾看過的臺灣視角 這也是齊柏林累積了二十多年的空拍經驗 才敢做的豪賭 齊柏林本來是交通部 國道興建工程局的公務人員 原本擔任行政工作 但因為喜歡攝影 受到當時局長歐靖德的賞識 開始以空拍方式記錄重大工程 在二零零九年八八風災後 齊柏林坐著直升機深入災區拍攝 在影像中看到臺灣環境滿目瘡移 決定離開二十三年的公職 放棄將近四百萬的退休金 拿出自己三百萬的積蓄投入拍攝 還將房子抵押 一路找錢 為了理想長盡苦頭 但最後成果豐碩 齊柏林的工作室裡 有一幅直升機的照片 他稱它為寶貝 他說每次要出發之前 都會站在照片前 對直升機說寶貝要乖喔 他曾透露自己其實有懼高症 平常連雲消費車海盜船都不敢坐 但為了看見臺灣 一次又一次搏命 我第一次要上飛機的前一個禮拜 整個心情是非常忐忑 晚上睡不著覺 七天以後要上飛機 六天以後要上飛機 那時候會緊張的 是會緊張 結果一上飛機以後 升龍活虎 智商的巨高症 有時候你到頂樓上面 在女兒牆旁邊往下看 腳底都會癢癢的 可是我上飛機不會 我們今天要上玉山 然後小朋友已經在山上等我們了 有點緊張 曾經在玉山主峰遭遇強大亂流 直升機呈現十層樓高 劇烈震盪 多次而生死一瞬間 齊柏林都有驚無險 這次卻沒能躲過死神 不過他所留下的臺灣影像 已經無可取代 記者陳書君莊智成 臺北報導 不過邱老師 這幾年來 您不管是當環保署 或者是當立法委員 其實你應該很深刻感受到環境議題 不管是跟祈禱之間的關係 或是對臺灣的重要性 我們來看看 因為看見臺灣這部紀錄片 所引發大家高度關注 其實環保團體在這些議題上 已經耕耘很久很久 可是一直到這部影片出來 這才叫做全臺灣的高度關注 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就是清淨 南投的清淨 應該很多人去那邊住過 這張圖是根據中央地調所 以及環境報導 所去做套圖的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在這邊呢 有一些點點的 跟很大塊的呢 這就是中央地調所呢 經濟部的中央地調所 政府單位去做研究 研究什麼呢 這些地方是高度敏感 高度危險 會導致於大規模的 坍塌的地區 很容易崩的啦 整顆森都崩塌了 很可能會導致 隨著像小林村那樣悲劇的這些區域呢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黃色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呢 紅色的這個部分呢 圈圈起來呢 就是在清淨兩個最重要的民宿區 你看躺在這裡 這都起到豪華歐式別墅這種 那再來呢 有算的這部分 有限的這部分呢 就是南投縣政府呢 打算要提一個叫做 清淨觀光區 觀光發展區的一個計畫 什麼意思呢 本來大家說 這所有的只有四間民宿合法嘛 但是有幾百間的民宿啊 你如果這裡抬起來 這裡的民宿都合法 這給我做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就是中央地調所所調查出來的 一灘塌地區 山崩地滑的敏感區 這是清淨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張 這是高雄日月光的情形 不然那裡就說 整個河都紅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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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 結果是什麼呢 當時高雄市環保局呢 大高闊斧說 我就是要扛你接葉 罰得夠重了吧 結果是什麼 最近呢 法院出來環保局 當初給人家罰一億要全部吐回去 那法院不是說不用罰喔 是說計算方式有誤 要再重新開罰 重新要罰多少 不曉得 我們看看另外一張圖片 這也是吉波林導演 剛剛我們看到了 在花蓮太魯閣的雅尼這個礦區 那等一下我們會談到說 確實依照現在的礦業法 你如果說他原本申請人還是同一個 如果說他沒有導致非常非常嚴重的破壞的話 你就是依法要給他展延 但是大家想說 現在民進黨執政啊 民進黨立法院 最終三分之一都他們的 為什麼不可以先把礦業法修成說 你必須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後 再去給予礦權的展延 而是在沒有修法 就先給他礦權 我先請教一下邱老師 是似乎我剛剛舉的這幾個 因為看見台灣 引發台灣高度關注的這些例子 最後的結果 跟還沒看見台灣的情形 是一模一樣 齊導演在 拍完這個 看見台灣這一部影片之後 其實引起國內 非常大的一個迴響 那行政院立刻組成了一個叫做 國土保益專案小組 當時歸納了十六個重要的一個工作項目 那麼一共組了五個這個工作分組 那麼包括土石管理 海岸跟山佛地的管理 以及這個環境品質管理 那麼敏感地區的開發管理 還有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加強執法 又有一個分組 是 所以並不是只有四個分組 而是第五個分組 所以真正的關鍵是在加強執法 我曾經在一百零四年的三月二十五號的財政委員會 還有這個四月十七號的時候 有個第八次的院會的國事論壇 我也提出來 那麼真正的院會的時候 我也曾經質詢過 包括這個清淨農場 這麼十幾家的 當時是已經判定希望能夠拆除的這些的民宿 到最後呢 我去上網去查 還是照樣營業 所以關鍵是在執法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執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是覺得說從短中長期來看這個問題 短期內這個執法沒有落實 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而且我也當時請教過 簡太郎副秘書長 是 那他特別提到說 的確是我們成立的工作小組 但是後續呢 就沒有再繼續延續下去 這是值得再討論的 為什麼當時這個工作呢 沒有持續延續下去 那第二個就是大家一直在談 齊導演給我們帶來什麼 齊導演其實是給我們很多的題目 讓我們看見臺灣 看見了問題 但是呢 我們的答案 其實是掌握在每一個人的手上 我是覺得說 重點是說 我們的對這個國土的看法 到底是什麼 因為從長遠來看 環境基本法裡面第三條 就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說基於國家的利益 經濟 科技跟社會的發展 應該兼顧環境保護 那麼經濟 社會跟科技的發展 如果對環境有不良的影響 或者是有危害之欲的時候 應該以環境優先 所以我們應該重新去檢討 我們整個國土的這個利用 是什麼樣才能夠永續 才能夠適立適憂 就是說政府人民 到底怎麼看待臺灣這塊土地 我覺得這個從長遠的法治政策面 應該要去好好的去定位 但是我們也重新看在從中期的這個 過這個這個角度 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很多人在談 說亞泥的問題 甚至礦權展延的問題 礦權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礦權其實是一種所謂 所以他不是與生俱來的權利 不是right 而是private 是一個這個特許的權利 跟漁業法一樣 跟漁業權一樣 所以我們是應該重新去檢視 礦權漁業權 這對國家永續發展 資源這個使用的權利 是不是在國家在重要的時候 要重新在國家發展的 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應該重新來做盤整 是 來做規範 甚至然後再做一些重新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展權 不展權的問題 而是應該重新再去回想一下 或者去研究一下 我們的這個礦權 本質到底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一下礦權 不過剛剛邱老師 您談到 在三四年前吉伯林導演 拍了看見臺灣之後 行政院也是重散如流 是 組了一個叫做國土保育專案小組 其中包括土石管理由經濟部負責 海岸山坡地管理由農委會負責 敏感地區開發管理由內政部負責 環境品質管理由環保署負責 另外還有一個小組就是負責執法監督 是 加強執法 幹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今天要來驗證的這個問題 如果有效我們大概今天也不會坐在這邊談這些 那這個小組還在嗎 這個小組已經不在 連這個小組已經不在 因為當時我也在院會裡面也請教過這個負責人 就是這個小組的造極人是檢太郎副秘書長 是 他說這個已經沒有在院作了 而且也沒有在後續的一個繼續在執行 要是那是很關鍵的 我記得 早上有話好說這個節目我們差不多要十年了 九年多了 我記得九年多前我們就在談國土規劃 我還記得我在跑線當記者的時候 那是十多年前 我們就有做過國土規劃的專題 然後到了十多年之後 我們還在談說我們的國土規劃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上位計畫是什麼 到底台灣要不要繼續採礦 礦對我們的重要性是什麼 我們能容許的這些所謂的破壞 跟開發的平衡是在哪裡 譬如說清淨 你山坡地已經開發成這個樣子的 你要不要把人趕下來 還是你要維持一個低度的一個程度 還是說你可以用一個合法的管理 上位的東西說幾十年了說不出來 說到要來就是說好 問題一直延續下去 然後齊柏林呢 其實出了很多題目給我們 我們發現這個問題答案太難 所以懶得著這樣 所以現在台灣的總控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國土規劃法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國土規劃法跟過去的區域規劃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區域規劃法呢 是過去呢 是以基本上是以開發許可 他其實是可以把這個使用的這個分區的類別 就可以改變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為什麼後來有一些徵收 有些腐爛的一些使用 但是國土規劃法呢 是重新把國土的這種資源狀況 做一些盤點以後呢 做一個適立適用的一個規劃 然後呢叫做使用許可 所以說我們如果規劃了農業地區 就只能做農業使用 你不可以把它變更為其他的什麼都市 都市開發 那麼城鄉地區就是有城鄉地區 那麼國土保育地區就是嚴格的做國土保育 當然包括一個海洋的資源地區 所以我想國土規劃法還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重點是說過去呢 我們在區域計畫或者是這個開發許可的這種 原來的法治之下呢 其實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就地合法 遷就於現實 情況是比較多的 楊老師在我們看現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喔 這由於過去到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生活是這堆土地的 這個人變不像這堆土地的動作 在我們自己的土地 濃入這個環境裡面 以後還要繼續生存 都是準備要再走路 問題就出在這裡嘛 所以都是在關心地 我現在這裡的人 我要從這裡來撈我的利益 撈一撈就準備要跑路了 不是說我來到這裡 我就瞭解這個環境是怎樣的運作 我濃入這個環境的運作裡面 我在這裡生存 一代一代繼續下去 我們現在的事故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所有在說的這裡的 都會可能說我這個人 我要去撈多少利益 不是說我這裡下去之後 我以後的人 我以後要成存 我以後要留給我們的怕孫 我們一代一代說的話 說的永續都看在上面 對我們所說的這些問題 這些污染 這些開發 這些不應該存在的運作 說這麼久 問題這麼嚴重 我們的看見臺灣 都一個一個把它指出來 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公權力不去 都沒有公權力 都沒有人有法同意 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變成說 照理說出來 你接到我們這個管理 管理這個土地的人 你就是要按照我們的土地 要怎麼做最好 來處理嘛 但是現在這就沒有嘛 沒有這個運作方式 沒有這個要處理下去 所以我們齊保連 齊導員看見臺灣 所有問題都拋出來 理論像這個有權有責的人 要處理嘛 大家就多視 因為我說的很重要 這叫貫瘡國際 並不是為了我們的人民 為了這種土地 為了我們的未來嘛 為了那些人的管理 他們的利益 這處理而已嘛 這如果我來看我 那就像齊保林 好像是醫師還是檢驗師 幫你做電腦斷層 幫你做超音波 幫你做那個什麼 PAT 政治掃描 哎唷 你生的壞命 說我今天就不吃飽 插插你全壞命 繼續拚 繼續老 繼續拚 題目出來 大家也許都知道答案 但是說回答這件事情 太痛苦 大家選擇逃避 我們來看看這件事情 聽起來包括行政院 很有道理 聽起來包括立法院也很有道理 聽起來包括雅尼自己 也說的很有道理 但真的有道理嗎 之前我們在談說 雅尼為什麼要展延二十年呢 包括經濟部 包括行政院政務委員 甚至包括部分的立法委員 都說沒辦法啊 你看礦業法怎麼規定 礦業法說第三十一條 礦業權展延呢 除非啦 你這個申請人呢 跟礦權業者呢 不符 別人來申請 那當然偽造文書 還是其他的問題 當然不能給他過 或者是說你如果沒有在歐空 這不能過過 除了這個兩個以外 通通都要核准 通通不得駁回 說得這麼清楚 如果說導致業者損失 你還要請求補償 譬如說第四十七條 這個更誇張霸王條款 你如果說要跟經濟 或是要協議給他買 那地主原本的地主沒有答應 沒關係 我錢先等著你的口罩 在土地算我的 他說沒辦法啊 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這樣定嘛 所以當亞離礦泉 要到的時候呢 他來跟我申請展延 依照礦業法 我必須給他展延 聽起來很有道理 但是呢你稍微想一下 第一個還沒有立即展延的迫切性 還有一段時間 第二個立環園都民進黨的 三分幾天 你為什麼不可以把這一條修成 大家都沒有爭議的是 如果礦區要展延 必須先經過環境影響評估之後 沒有問題使得展延礦權 這有什麼爭議嗎 你明明可以先修法 再看要不要展延他的礦權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 我先趕快給你礦權 修法呢以後再說 我們來看看 因為亞離這件事情 凸顯出來 我們其實早就知道答案 但是沒有人要真正去解決 綠色的山林 有一大片被挖成光秃秃 這是導演齊柏林 在上個月執行空拍所拍攝的照片 地點就是花蓮太魯閣新城山採礦場 這張照片讓他感嘆的對有人說 礦場比他五年前拍攝看見台灣時 挖得更深了 這讓多個環保團體以及立委 再次不滿指出 今年三月份政府在礦業法還沒修法前 就急著通過亞尼二十年的展延期限 要求儘速要撤銷展延 環保團體在經濟部核准亞尼展現後 就發起捍衛泰魯閣拼十萬人連署的活動 當時導演齊柏林也一同響應 而就在齊柏林過世這幾天 連署人數從四萬五千人大增到七萬五千人 面對外界質疑 經濟部礦物局則回應 亞尼在取得礦權的展延程序上 都符合規定 審核的部分 我們是依照礦業法的規定 出向審核 大家都認為沒有違反華麗的規定 亞洲省民持續加速直升綠化 那麼在最近五年來 不過環保團體已經針對亞尼獲得展延案 提起訴願 行政院將在七月十二號前做出審查結果 由於齊柏林意外身亡 讓開曠爭議再起 有立委就希望礦業法能夠排入立法院臨時會 那二十年時間其實給這個業者太大的權力 那環評展延的時間縮短 那甚至把霸王條款廢除 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超越應該是有共識的 那希望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臨時會 有機會可以把工業法拿來審 立委要求加快修法腳步 經濟部則表示 修法草案在這個月底以前會公告 而有關過去沒有實施環評的早期礦業開發案 會朝向納入環評機制的方向來處理相關執行細節 將進一步和環保署討論 記者 不過中越幾個荒謬的一點 就是說剛剛我們談到說那個 拜託導播先給我電腦的畫面 人家齊柏林導演說 好像挖得更深了 結果我們的官員跟亞妮說 沒有啊 面積一樣 人家在說A 你在說B 人家說黑暗越來越落越輕 他說沒有啊 一樣看 這是現在的 所以環保署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沒有增加開採面積 所以不需要再做環評 事實上都從來沒做過環評 對 從來沒有做 但是因為他沒有再擴大 他只會往下挖 那時候我們就是比較那個 有一點情緒說 你挖到地心也是繼續往下挖 永遠可以挖不完 不過他還是有一個開採的 總量的部分 這是一個 可是我們來看看 亞妮的特殊性跟荒謬性在哪裡 我們看看下一張 亞妮是在國家公園成立之前 獲得礦權的 在一九七三年 一九八六年的太魯閣才成立 因此他不受國家公園法的限制 這是一個 再來一九九四年的環境影響評估法 才公佈 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做環評 因為在環評法之前 他就取得礦區了 好了 他現在說一九九七年 可是這時候 國家公園法也有了 環評法也有了 但是準延二十年 他說沒辦法 你同樣的是開採人是同一個 繼續有開採行為 你就依法要給他 二十年本來是一九九七 再展延 然後繼續環保署說 因為礦業用地沒有擴大或變更 所以就按展延 不需環評 這是環保署 自己講的 不用環評 歐國小也沒關係 再來紀錄片 這時候出來了 說雅尼礦場 就像太魯閣青山斷了頭 然後呢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環保署署長李應援 正式宣布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 停止開礦 哇 雅尼有節了 有價值了 結果雅尼說沒有啊 國家公園那一塊我從來沒再挖 你忘記說 我挖是另外一塊嘛 但是那一塊呢 是原住民保留地耶 挖沒關係 然後呢 在一六年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行政院呢 函視說呢 礦業權展延呢 這無需 不需要去建行兩千零五年修訂的 原民法 也就是原基法的二十一條部落同意權 你在人家的原住民保留地上去做開發原基法 講得很清楚 你要取得當地部落的同意 至少知情同意 結果呢 我們的行政院說不必 不必 再來 礦業法 第十三條呢 就在一七年三月十四號 說呢 給他展延二十年 可是呢 明明他期限是到十一月 對 你不需要那關鍵嘛 那今年初的時候來提申請 你幹嘛馬上給他過呢 效率幹嘛這麼快呢 你不可以說立法院正在要修礦業法 我們要等一下 當然法是說你不得駁回 但是法沒有說他今天申請 你今天就要給他過啊 對 可是我們的行政院展現極高的效率 三月二十號的時候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通過提案 要求經濟部半年內暫停 合可礦權展延 然後呢富士村太魯閣主任也提數院 然後礦物局說呢 雅尼礦場無路面積二十二公頃 沒有擴大 正經人在說 假他在說夠 他說你挖深了 他說我沒有挖大 再來呢 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說 對於礦權展延要實施環評 這個修法立場是不變的 齊柏林所拍的畫面也證實環保署的修法方向 是對的 方向是方向沒有踏出去 其實也是白講 是雅尼這件事凸顯的問題是 其實因為剛剛我們前面有提到 像清淨的問題 其實當時看見臺灣拍完之後 我們的地址法名沒有很久 可是不敢公告地址敏感區 其實是看見臺灣之後 拍成清淨那樣之後 其實到隔年才三月四月 才開始公告敏感區 所以其實每一次的這個事件 發生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這次看到這個雅尼事件 又被吵起來的時候 其實好像都會推進一小步 那個是很緩步的前進 那又譬如說看見臺灣 那個時候其實就拍了雅尼了 當時剛剛講那個小組裡面 他這邊還有檢調單位同時進行 然後也還把環保團體找去說 這看起來很嚴重 有什麼樣的問題 後來大家核對了半天 他們也去現場現看完之後 他們說一切都合法 所以回過頭來這件事情是 如果我們看到的那個影像 覺得它是一個不應該 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最後沒有辦法處理 很多時候就回到法規的面向 所以回到剛剛我們看這個雅尼 這個事情像今天雅尼跟經濟部 他們每次都可以互相的呼應的回應 蠻厲害的 他們互相會說 對啊 你看基導說挖得更深的 但是他們說 我們沒有增加開採面積 可是他們本來核定 在他們的這個開採購想書 本來那個三四七百多公尺的海拔 希望現在是挖 現在已經挖大概四百多公尺 還要繼續就是在展延之後 預計要挖到剩兩百多公尺 所以挖了五百公尺深的這些採礦的這個量 所以對於採礦他面積沒有 洞口沒有增加 可是一直往下挖 挖更多出來 這個東西就沒有什麼影響 五百公尺就將近快二十層樓高 對 沒有錯 就他本來七百多公尺 現在預計就是預計二零三七年 是要挖到大概一百 剩海拔大概剩一百二十 他們可以挖到海拔剩一百二十公尺 這是當初經濟部合給他的 沒有啦 我說不對 不是二十層樓高 一層樓三公尺 對 他們現在已經挖了四百公尺 將近一百多層兩百層樓高 沒錯 比一零一比較高 沒有錯 就現在已經挖了這麼多的東西 所以你看經濟部 沒辦法你都是回答 都是說好像要替他解套 說我們沒有沒有增加 沒有增加開採的面積 因為他如果增加開採面積 他用地如果要增加的話 可能就要進行剛剛講的環境影響評估 因為他從來沒有進行環評 所以這回過頭來 就是他這個現況下 為什麼不用做環評 他不用告知當地的族人 也不用當地族人同意 他就是一直用沿用過去那個 當初最開始通過那個環 那個礦權這個事情 然後持續的展延 所以回過頭來 這個就是法律 那我們的行政院跟立法院都束手無策嗎 我們的最簡單的方法 是因為其實立法院 有發現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決定要來修法 可是我覺得當然都還是很晚 二零一三年拍了這個片子 大家都知道要修法了 一直到現在才提出來要修法 然後我們的礦物局更緩慢 這個事情炒了幾個月之後 礦物局說我們預計 在今年的六月提出我們修法的版本 六月現在就是六月 也還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 所以現在等於是政府部門 民進黨政府的這些人 經濟部礦物局 甚至到政務委員說要提修法的版本 沒有提出來 然後這個東西問題明明已經發生 大家炒翻天 他們就說你們等我修法版本出來之後 你們再來炒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過來回過頭來看 當初亞尼說你看我當初開採的時候 沒有環評法 沒有國家公園 所以這些東西我通通都不用管 可是更前面的問題是什麼 更前面問題是他當初在這塊土地開採的時候 其實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原住民族居住的地區 是 現在還有很多凱道 凱道上面 還有很多族人住了一百多天 就在爭取這個傳統領域的問題 他當初亞尼怎麼樣取得這些土地呢 還是用片的 偽造文書去蓋章 幫族人刻印章 幫族人簽名 這個法院有判決 所以最後為什麼現在有些土地還給原住民族 是鄉公所聯合亞尼 他們做這個判決上面 偽造文書的事情 所以連當初他們能繼續這樣開採下去 都是騙來的土地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他非常多的不正義 在過程當中 可是好像大家都束手無策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有提到是說 我們如果要處理這些問題 為什麼現在束手無策 就是因為我們好像國家必須要依法行政 但這個法卻沒有辦法開罰 這麼樣荒謬的事情 所以修法的重要性就是 我們一直在提到說 這個雅尼的這個礦權展延 他因為有碰到一些 這個土石油顯示區 山崩地華顯示區 他其實是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先還下來 談到修法 但是現在沒有還 就我們其實知道 那個立法委員林淑芬的那個立場 但除了林淑芬之外 大體上的民進黨立法委員 是支持修法嗎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卡在經濟委員會裡面 本來像高志鵬招委有特別說 這個會期我們一定要 讓這個礦業法修法過關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他們在立法院決定 要讓礦權展延暫緩 這件事情半年的時候 執行經濟部長 經濟部長說 對雅尼這個 還有特別問到雅尼 經濟部長沒有雅尼 這個事情還在辦 所以暫緩應該會停下來 結果呢後來才發現 經濟部在這個會議前兩天 他把他通過了這個展延 那經濟部不把立法委員當一回事 也沒關係這樣子 所以當時立法院非常非常的生氣 生氣歸生氣 那時候立法委員開記者會也很多 民進黨立委來很多 可是為什麼在後面 從四月到六月這個期間 好像都為了要推前瞻 這就是很關鍵 所以沒有辦法處理 請教邱老師 就是說 就是您也在環保署大約過 就是深入宮門好修行 除了修行之外 就很像我們之前人類學 做了一個田野調查 實際繞了一圈 剛剛楊老師罵得很兇 他說只有四個字 官上勾結 我們現在問題 真的是卡在這裡嗎 我覺得如果是修法 是一條必經之路 或者是一個比較快捷的方法 並不是一定要等到行政機關提版本 例如我提出這個海洋保育所的組織法 還有國家海洋研究院的組織法 立法委員本來就可以提案 所以立刻就可以進行來討論 所以不需要等到這個主管機關 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在法規會在好好的審議 那這樣子也是曠日廢時 所以我們是覺得說 假設我們大家的討論結果 修法是勢在必行的時候 立法院當然可以主動 來來進行這個法案的這個修正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但是我剛剛還是一直在覺得說 這些的礦權或者是這些的 甚至以現在的這個國家的發展來講 並不是那麼永續的這種土地使用 是不是我們應該從國土計畫裡面 去重新改變它 是 例如這個礦權 就是水泥開礦 它其實是高耗能高污染嘛 那像這種的這個使用 它已經使用這麼久 那麼從環境正義上面來看 它可能對地方上的這個污染 甚至環境的負荷都是相當大 國土計畫就應該重新調整 那麼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機會了 是不是這些地方 從國土保育的這個角度 在國土計畫法 全國國土計畫裡面 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國土保育地區 或者是國土計畫法裡面 還有一個叫做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那麼對環境惡劣的地方 劣化的地方 應該從環境富裕的角度 來重新來劃 但是如果說我們的整個政治結構 或者是叫做官商的結構 或者是說那種經濟開發的思維 沒有改變的話 當你列了一個很完整的 國土計畫法之後 很自然的 我就會透過任何的方式 把這些地方閃掉 我就不會把這裡化成 所謂的國土富裕區 我想這個從 當然從這個法理上面 這是我們可以來討論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們從環境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呢 齊導演他其實是給我們已經看到了 臺灣的真正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是真正要面對臺灣的 這個時刻 所以我覺得齊先生給我們這個 很好的一個環境教育 把民眾的這個環境的意識 是從一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到 其實我們以前都是平面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像這個雅尼的問題 我們非常好玩的就是 都沒有看到他是從深坑這樣挖下去 是 而是他秀出來的照片 是從平面告訴他 我富裕了多少 你沒有看到那個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他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 我們以前也很少說 從海上看臺灣 是 其實我們應該有一個不同的角度 那這個齊先生給我們帶來的這個 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我們應該好好地去思考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國土 潘老師我要請教 剛剛我們談到那整個 阻礙臺灣環境永續發展的關鍵 是不是在雅尼 在日月光 在清靜 乃至於我們今天大概沒時間 談到台數六清 都是一樣的情形 特別是在桃園藻礁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其實零七年的時候 劉靜瑜博士就在談說 藻礁被中油的輸油管線 開場破度這個事情 其實呢 臺灣社會 不是很關注這件事情 零八年之後呢 環保團體深化藻礁自然保育區 那農委會跟桃園縣政府呢 是會堪通過列策追蹤 然後呢一二年 桃園在地聯盟發起說 我觀音不要煉油廠的運動 一三年呢 臺南大學 臺南大學喔 複設實驗小學發起一人一信 舊藻礁寄信給總統 然後呢一三年的時候 看見臺灣派了 那個時候他 哇原來藻礁這麼重要 一四年呢才設為 觀新藻礁野生動物保護區 可是那個時候呢 又爆發亞東石化 對於大枯西北岸 藻礁開場破度的問題 一五年呢 鄭文燦當市長了 允諾要化自然保育區 一六年呢 臺灣在地聯盟呢 揭發說 中油還在蓋第三座的LNG 然後呢 今年五月九號 觀塘工業區呢 工業港呢 才進行環差審查 然後呢 因為委員自己變成開發單位 後來延期 同樣的情形 藻礁也出現了嗎 我認為這個背後 就是所謂的財團治國啦 我覺得像鄭文燦市長 他在選前 也就是亞東石化 破壞我們大枯西北岸的藻礁 那一部分 那個時候他陪著我們一起到 縣議會去抗議吳智陽 當時抗議過了 他們自己還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呢 他們整體包括那個議會黨團 在那裡 記者會用拳頭舉起來說 保育藻礁絕不妥協 這個保育藻礁絕不妥協 也指的就是包括關心藻礁 這樣的地方 包括大枯西北岸這種 你表面看去 其實上面是沙子 是礫石 他的藻礁 是在沙子礫石下面 這個都是應該 他要保護的範圍才對 可是在他當選之後 我們一再地提醒他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就要選在我們最漂亮的 也就是當年柯靖遠老師 去拍的最壯闊的藻礁 現在我們稱他為大潭藻礁的地方 他都不回應 他的不回應 在我們後續有許多次 既然你都不回應 我們只好用讀你的方式 在他要下臺 在一些講話下臺的時候 請教他 中央要在這裡做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那你承諾我們說要好好保育藻礁 那市長的態度是什麼 這個時候他的態度變成是 那是中央的規劃 與地方無關 並且曾經跟我們說 我們地方沒有權力化自然保留區 沒有權力化為什麼保護區之類的 那現在他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要化為任何的保護區什麼 我們都必須要有一個精密的科學的依據 所以現在他說 我們正在請中央大學幫我們做調查 可是中央大學的調查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已經告訴我們他們當時就是選擇大潭藻礁 北邊的那一片白玉藻礁 作為自然地景的 已經確定是一個建議案 而大潭藻礁這邊完全沒有做調查 那他現在是說整個案子是桃園二十七公里的藻礁 要調查 所以那個肉頭的部分是在藻礁調查之內 他用這個理由來講 然後要求中央說六月這個所有的調查報告出來之前 你不准動工 可是我發現了這個背後 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政治人物的背信忘義 你當時說的是一回事 為什麼在你當選了之後 就算你有別的考量 你是不是也應該跟環團有一個說明 是我們沒有接到任何的說明 甚至我們好幾次 我們用簡訊發給他 我們也算是有一個朋友關係 這個簡訊告訴他是不是什麼時候見面 我們可以把我們收集到的問題來跟你反應 他三次跟我們講說好 我來安排 結果都沒有安排 一直拖到去年底 這其實這有點像之前在社會學 有一本很重要的書 叫反動的羞恥 某種程度 這真的是很美麗的反動的羞恥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其實剛剛我們談到雅尼事件 談到桃園藻礁的事情 再來我們來看看包括在清淨 包括在高雄日月光 恐怕問題都是一模一樣 高雄的後進溪原本是清澈的水流 卻變成了黃色 紀錄片看見臺灣拍攝到後進溪遭工業廢水毒害 其中污染源頭之一 就是來自全國最大晶圓風裝廠日月光 後來高雄市環保局也重罰日月光一億多元 這讓紀錄片導演齊柏林很感慨 但之後日月光提起行政訴訟 上週最高行政法院認定 環保局裁罰計算方式不夠嚴謹 撤銷原罰還並且應該返還 不過日月光違法施事時還是要罰 此外齊柏林也用空拍鏡頭 凸顯臺灣山坡地過度開發的問題 像是南投清淨農場 民宿越蓋越多 齊柏林用鏡頭把清淨的殘破完整呈現 逼得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李鴻元 不得不宣布將依據全國災害前世地圖 作為國土保育的執法標準 並承諾會儘快公布違法業者名單 但幾天後在清淨農場一百多家民宿中 內政部只公布了七家違法民宿 並要求停業改善 遭到外界質疑雷聲大雨點小 齊柏林透過鏡頭帶領大眾看見臺灣 可惜鏡頭下的環境問題只是被看見 卻遲遲沒有解決 所以楊老師我要請教你 你剛才一直在說那個結構性的問題 可是我們剛剛那個有話翻答 也希望大家可以請教 以及回答他們的一個問題是說 那人民可能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有話翻答 那講說行政院各部會 其實只有一個老闆啦 說八就總統而已 那如果說老闆傾向企業 那勢必會有部會被無用化 雅尼就是一個例子 譬如說環保署 環保署在這件事的角色是什麼 那我們真的沒有方法嗎 我換個角度問 人民可以怎麼辦 你電影看來看來 也是只有說讚嘆臺灣的美麗 然後傷感臺灣的無奈這樣子 說到這個就是基本上我們的人民 有法庭展示我們的力量沒有 我們要展示我們的力量沒有 我們換檔了呢 換檔了 現在問題是你的結構都沒有改變了 那個說實在 如果換檔可以改變的時候 因為這個問題就不特別不存在了 現在會存在的 就表示說 我們的整個體制 跟我們的整個運作 變無改變過 我們說得知道 一個比較簡單 叫做飯湯不換藥 你如果飯湯不換藥 都是想飯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問題就是在減染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是要轉變無 當然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過去我們要說什麼叫做人 我們人就要有羞恥心 我們人就要有積極感 我們有什麼管理 我們有什麼義務 一定要做 這一個人很基本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的在上位的人 這樣拿到管理的人 有執政的人 要有負責的人 站在頭上 要處理的人 如果這都沒有愛的時候 說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的社會可以怎樣 這會檢驗我們的社會基準 說實在 說到這麼多了 這就是最基本的 我們是不是理性的人 是臺灣的名分 就變成臺灣人的所謂 可是忠委我想請教 其實很多人在紀念 基導演的時候 大家要出錢 中華電信要出錢 什麼金竹要出錢 環保守說 我要資助他拍第二集 根本不是拍第二集的問題 是第一集的問題 你還沒回答 我們該怎麼辦 其實因為其實剛剛的問題很好 常常會有人問我們說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反亞年連署 現在衝到七萬八萬 連署有什麼用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是透過了這些影像的 看見了之後 其實全民的意識 或者是那個教育 大家越來越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之後 其實我們更期待是大家進一步的 一起採取行動 譬如說環保團體 可能會採取一些行動 或者是民間自己可以有一些 我們知道現在網路上 大家很多人 可以自己用一些監控的方法去看 譬如說六輕的排放物質 這個綠蒙座 這個透明足跡相關的計畫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讓全民一起意識到 環境問題 一直都在我們身旁發生 而且我們必須要採取行動 因為政府 他當然要靠他的金主企業這些人 幫助他 譬如在選舉上面的一些相關的利益 可是回過頭來 最後的每一個人 有票的是我們所有人 所以他必須還是得要面對民眾 給的壓力 去做政策上面轉換 今天其實就是一個 大家在談判的過程 企業希望說 亞尼會希望說 這些礦業法盡可能不要修 或是雷聲大雨 修一個小小的法 但是如果我們人民的力將可以團結在一起 搭配一些行動一起往前走 我們相信這個辦法是有辦法 辦法慢慢轉變的 我們在核電的議題上面可以看到 當大多數的人都反對核能的時候 縱使是支持核能的政府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必須得 把核市場給停下來 所以我認為人民的團結 透過行動一起的串聯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當我們每個人都發現這些問題 是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時候 進而在你產生的行動 在你整體的意識的提升 在你願意跟下一代一起分享 臺灣的環境 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希望接下來 我們可以怎麼樣生活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邀請大家 我覺得除了看片子之外 可以一起在產區行動 寬老師的藻礁的問題 楊老師所關心的很多 像我們今天還沒有談到六親的問題 其實都一直有人在行動 我們邀請民眾看新聞 看畫面之外 一起加入這些行動 我相信你們是有什麼想念的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 台灣農地的平均農藥用量 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如何減量用藥成了一大考驗 我們自己本身務農者 第一個接觸的就是我們 所以如果你能夠減少農藥的使用的話 其實對我們自己的健康 也是非常大的幫助 農藥管理出了哪些問題 消費者的食安要怎麼把關 今晚十點公視我們的導播出 簡要任務